屏东坎丁一间游乐场最近被民众PO网爆料说 里头的游乐设施包括空中飞人还有沙滩车都有安全疑虑 不但有民众在玩空中飞人的时候头部撞击到栏杆 人还直接摔飞倒地 还有在骑乘沙滩车的时候 车子也会冲出草皮翻腹相当的危险 对此业者急忙澄清 强调设备一切都符合安全规范 认为游客是刻意夸大 现在双方各说各话 相关单位也将介入调查 游客头戴安全帽 甚被安全带跟挂钩 兴高采烈玩着游乐设施 只见游客一路沿着轨道滑行 但就要到达终点时 设施没有停下 还继续滑行 最后游客直接从轨道终点飞了出去 重摔倒地 金钱画面再看一次 当时游客沿着轨道滑行 最后人直接摔飞 如同设施的名称 成了名不其实的空中飞人 今晚马上被送医 但事后其他人也把夸张经过 全po上网 民众在点数上说 他们一行人来屏东 墾丁的游乐场 玩空中飞人这个游乐项目 他的朋友不但摔飞 头部直接撞击栏杆 送医治疗时 工作人员还必重就轻回应 工作人员确实有 把他挡下来 只是说那天 下雨天 他没有挡住 然后滑出去的 随后游客继续玩沙滩车 也有人翻车受伤 甚至有沙滩车 直接冲出草皮 还没翻 是后面 他有一个朋友 应该是冲撞到他 他才会翻 出发前 我们都已经会跟他们讲说 这台车要怎么操作 业者急忙解释澄清 还拿出监视器影片 来还原事发经过 强调设备 一切都符合安全规范 并认为游客是刻意夸大 我们错的 我们承认 但是他有一些超出 我们那个范围 我觉得他有点在 欺负店家 双方依旧各说各话 而相关单位也将展开调查 就怕到时候真的闹出人命 再来算后 恐怕一切都为时已晚 谢谢苏世伟 评论报导